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抵达日本与岸田文雄针对台湾安全议题商讨合作 意大利首位女首相出炉 45岁的梅诺尼日前表示将推动台裔双边合作 联电前董事长曹新成在谈抗共保台 呼吁候选人宣誓跟职位共存王 台湾入境检疫林佳琪即将到来 航空观光旅游前景力多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 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